來看到我國業餘高球小將陳思佳 他今天宣布要轉戰職業的賽場了 那麼明年賽季呢 他將以台巡還有歐巡賽為主要的戰場 沒錯 那陳思佳也期許自己成為第二個曾雅妮 在LPGA舞台發光發熱 打開香檳象徵著進軍職業之後 已飛沖天 我國業餘高球一姐陳思佳經過深思熟慮之後 決定在2015賽季正式轉戰職業舞台 做出最後的決定就是要轉職業 因為其實像我講的 我覺得這個機會很難得 因為會有贏的冠軍 其實明年跟後年會有很多蠻大型的比賽 等著我去打 年僅17歲的陳思佳 雖然是職業戰場的新鮮人 不過這幾年以業餘身份參加大大小小的職業賽事 累積下來的豐富經驗 讓他對於未來充滿信心 陳思佳以曾雅妮為目標 希望能在LPGA舞台上發光發熱 其實我覺得是雅妮吧 因為我覺得她是 她創造很多很難去破的紀錄 對 所以我會把她當成目標 然後去跟隨她 陳思佳進軍職業選高會 特別選在長期提供贊助的 東方高球場舉辦 而一路看著陳思佳成長的資深 高球女將財里翔 也對自己培育出來的選手感到驕傲 她有一句話就是讓我覺得說 嗯 這個小女孩她是很有想法的 你以為打球是這麼簡單喔 打高球是要用頭腦的 所以這句話也就讓我對她更肯定 新賽季陳思佳將以台巡賽和歐巡賽為主要戰場 喬合的是2015台巡賽開幕戰 日立慈善景音賽就是在東方高球場開打 球迷祝福陳思佳也開心明年職業高球界 又多了一位備受期待的明日之星 有電TV 剛幫姐 魏楚瑜 桃園報導